诊所门口抖大字体 自费流感疫苗开始预约 进到诊间 医师更秀出一整排预购名单 因为我们所预定的都被预约光了 如果你可以打疫苗 尽量好好打流感疫苗 避免再造成 会员跟流感分不清的问题 方便医师诊断 鼓励民众先接种 镜头转到另一家诊所 预购单300多人 比起往年同期增加近一半 去年其实都是一直慢慢追加 但也没有很多 方便甚至传出抢购潮 不过机关署与医师都指出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自费疫苗的需求与供给 其实是双双提升 今年台湾生产的自费疫苗 包括进口的部分 总共有115万剂 那比去年 去年的是只有66万剂 其实多了大概五十几万 希望是由像国外的厂商 这边进口的自费流感疫苗为主的话 那当然它可能还是会有一定量的限额 你的自费的需求 不一定要国外的这一批货的话 基本上还是可以打得到 自费的果光疫苗 强调民众不需过度恐慌 至于公费疫苗部分 机关署挂保证 今年604万剂供货充足 所有公费族群 六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幼儿 五十岁以上民众以及孕妇 六个月婴儿父母 还有慢性病 寒病 重大伤病患者 部分阶段 10月5号统一开打 配了大概将近180万剂 都运到现在各医疗院所 之后开打之后 每周我们都会去配补这些量 预计11月5号 这604万剂就都会完全 完全扑货 足够提供台湾 25%人口群体保护力 加上民众持续落实行洗手戴口罩 共同度过秋冬流感与肺炎疫情 大海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大海新闻